而颱风就要来了 市议员省发会服务处也主动联系了 宏内食物银行 准备了泡面、矿泉水等生活物资 送到弱势家庭的家中 因为有长辈行动不便 没有办法出去采买 另外又有人家里连屋顶也没有 除了赶紧送上泡面汗水 也提醒颱风来了要小心 他就说颱风台 他都会来看一下 他都烦恼 那天有还找医生 是要处处住 关怀的这一户在大同路上 不过进到屋里 不但空间横载连屋顶都没有 台风来了可能带来强风豪雨 民众也赶紧先用大帆布挡一挡 不过一早有间歇性大雨 只见水还是滴个不停 所以在送上物资的同时 也提醒要做好防台准备 这是有电啦 现在就是我都 这是触定啦 我还要为控制硬电啦 这水要怎么摆出去 我还要为控制 你这水是有什么要用 冻水啊 就冻水啦 不然这不注定 你上面没有屋顶 他们就是像前面 其实也会漏水 用火水 他那个连屋顶都没有的那一户 杨先生这一边的 他们的需要 我们已经密切的在跟屋主联络 希望他们给我们 可以提供那个修缮 帮他们至少把那个屋顶 把它盖起来 不要像这种天气很危险 团队在这次台风期间 我们想说来赶快来关心一些 需要社会一些需要照顾的一些团体 或是一些弱势 所以趁这个机会跟食物银行这边 作为一个联系 希望赶快来 把一些物资分送给 这些需要关怀的老人 行动不变的长者 这次台风马利亚 大家严正以待 市议员省发挥服务处 也主动联系了 轰内食物银行 并且准备了20箱泡面 还有矿泉水进行发送 并且亲自送到 需要关心的长辈家中 像是这一户老夫妇 行动都不变 台风来袭 根本没有办法出门采买 所以送上泡面好水 应应急 刚好台风要来 所以我们这几个行程 我们很关心 像这位长者 他行动不方便 他没有办法去采购 所以我们赶快送一些水 跟一些泡面的物资过来 那同时也希望说 注意防台 他们赶快做一些准备 因为感谢那个 省发挥省议员办公室 他们也提供了一些矿泉水 然后我们把面跟水 都完全就送到 我们需要的那个 弱势家庭他们的手上 食物银行除了每个月 针对行动不变 送生活物资 台风到了也会拜访 看看若是长辈们 还需要什么 台风天也感受到 社会满满温暖 蒋成慧玲 细致采访报道